各位如果喜欢看A片的朋友 那么我今天等一下我放给 不是 我不是要放给你看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从台大这个女颜色看这个A片 那么到这个女总统参选 所以今天我们要彻底来讨论 这个女权主义到底是在整个 我们台湾现在目前的发展状况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来宾 都是非常的麻辣的人物 对 今天三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由党位才女支撑的 现在是女总统办公室的总干事 陈文倩小姐 陈文倩她是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 历史社会博士候选人 而且她现在是联合国国际族群联盟的 亚洲代表 那我们希望借由她的一些丰富的经历 能够为这个女性运动 能够提出一些她们的想法 第二位特别来宾是台大外文系的副教授 也是现在的女性学会的理事 就是这个张晓宏老师 张晓宏老师她虽然是研究文学 但是她一直在关注所谓的校园 富裕还有一些女性主义的一些问题 她对于这个台大女研社 目前最近这个APM的事件 本身也是提出很多的建议 所以她本身也在台大开了一个 性别研究的课程 所以我们希望能借由她的一些 在学校校园里面的丰富经历 也是提供我们一些有关女性主义的一些 特别的见解 第三位特别来宾 是今天 今天三位特别来宾里面 唯一的一位男性 那她 我不是男性吗 特别来宾里面 唯一的一个男性 她是上过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 郭鑫我们在节目里介绍她的时候说 她是一首写小说 一首写评论 今天她有第三只手 她正面跟人家打笔杖 她打笔杖 她事实上是非常的关注 也支持女性主义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透过这个新时代的男性 来看看新时代的女性运动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杨胄你的第三只手不要去爬前 找不到在哪里 OK那么我们今天照样的 我们要看看许久经 给我们什么样的麻辣新闻网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许久经怎么说 开始了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第二报告的事实经 很高兴也和大家再次见面 首先当然就是播报 每周固定要播报的三条新闻 第一 邓小平他还没有死 虽然有谣言传出 邓先生前一阵子 托人在台湾买了一本 完全自杀手册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邓小平他还没有死 就是还没有死 第二 李登辉他还是没有决定 到底要不要参选下一任总统 第三 李登辉他表示 他参选总统 究竟还是没有改变 好播报这三条新闻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星期有什么重要的新闻 台北县土城的中正国中 日前发生学校 以剃光头的方式来处罚学生 结果有四名学生 在被剃光头之后呢 过于羞愤 离家出走 造成很大的风波 对于这种 和法刑有关系的新闻 给我爸爸如果不发表任何评论的话呢 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基本上我们认为 光头作为一种发型 在台湾呢 它只适合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中正国中的创办人 蒋中正先生 并且我们希望中正国中能够保留这个光头的这个发型呢 给蒋中正先生 到底别人的注册商标 原本也就不应该是随便拿来乱用 对不对 根据中共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公布了一份公安部的报告 在贪污丑闻案陆续被揭发之后 光是在今年的第一季 就有134名中共的干部 自杀身亡 当然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 王宝生 经过本报的调查 这134名自杀身亡的中共干部 没有一个人在自杀的时候呢 身边摆着有完全自杀手册 这本书 这使得我们非常好奇 因为根据台湾的一些民意代表 和一些喜欢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官员 他们的说法 人呢 之所以会自杀 都是因为完全自杀手册 这本书在搞鬼 所以呢 要查禁这本书 可是你看 人家没有败读什么完全自杀手册 也还不是一票人自杀 对不对 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最后让我们发觉 有些人只是想利用这本自杀手册 来限制出版和言论自由 那我们可以断定 那根本不需要什么完全自杀手册 相信很多人也会被这种心态呢 活活气死 上个星期 立法院司法预算联系会 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呢 把监察院的这个预算 全速删除 这个星期 马上就有监察委员 陈金德先生持续了监察委员的职务 动作是挺快的 想不到 在陈委员持续监委职务的同一天 监察院的预算呢 在立法院又败不复活 所以呢 陈委员 你又可以回去了 薪水没有问题 发得出来的 讲到监察院 监察院长陈吕安 日前在中华民国反共爱国联盟 简称爱门的一个门员大会的这个聚会里面呢 提了一件事情 倒可以在这边再提一下 陈院长建议 爱门呢 是不是可以改名字 陈院长并没有提出一些理想的名字 不过我们倒是有几个 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名字 可以提出来 供大家参考 中华民国反共爱国联盟 简称爱门 其实如果要改的话 也许可以改成 大家现在混得都不错 都已经披荆待遇联盟 都简称金玉门 或者呢 大家面对大海发誓 要以渔东移山精神 光复大陆联盟 这部歌可以简称为海事三门 或者也可以改成 大家现在都有不错的职业 收入都一级棒联盟 简称呢 直棒联盟 直棒联盟 这个好像有人在用过了 也可以改为 大家利用星期天聚在一起 谈谈大道理联盟 那这个呢 可以简称天道门 凶害 我们相信呢 这几个门呢 随便哪一个呢 都要比什么爱门要好听 而且有意义 希望这个爱门里面的这个人呢 简称爱人 多多参考我们的意见 台湾省长宋楚瑜日前 前往美金华盛顿 接受天主教大学赠给他的荣誉访学博士学位 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之后呢 对不起 宋神长戴着一顶圆圆的这个荣誉博士帽 走来走去 非常的风光 其实那一天呢 除了天主教大学之外呢 另外还有好几个单位 也分别授予宋神长荣誉学位 不过因为宋神长那天太忙 所以呢 这些单位只好把这个荣誉帽呢 送到我们这边来 请我们转交给宋神长 我们收到的这些荣誉帽包瓜 OK 这一顶是华盛顿那边家著名的中国餐馆 送给宋神长的荣誉维特帽 这一顶是华盛顿捷运单位 送给宋神长的这个荣誉司机帽 这一顶 这一顶是华盛顿一个青少棒的这个球队 送给这个宋神长的荣誉捕手帽 对 捕手要这样子 这样子 捕手要这样子戴 还有 这是一个休闲中心 送给宋神长的荣誉休闲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机车协会 送给宋神长的这个荣誉安全帽 很重 最后呢 也是最精彩的呢 是宋神长以前在这个 这个Washington DC念书的时候 常常去了一家披萨店 然后他的那个老板 送给宋神长的荣誉大厨帽 妈妈咪啊 我挖了披萨 好 我们希望这个宋神长回来之后呢 马上派人到我们这个单位 把这些荣誉帽呢领走 好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呢 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 我是给我宝宝的徐酒精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酒精啊 你看宋神长喜欢其中哪一顶帽子啊 这一顶 为什么啊 高帽子 高帽 大家都喜欢戴 好 OK 送什么帽子都可以 就是不要乱扣帽子 那么各位 我手上呢有两张这个摄情的这种 City Room 那么这一块呢是所谓的 这个 这个是有这个 叫做 叫做这个什么 马赛克的 那么这个呢 是没有马赛克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所谈论的所有有关于A片的话题 也是没有马赛克的 对 事实上除了这个摄情关联之外 A片也是大家常讨论一个话题 而最近最引起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台大女学人看A片这个问题 它到底对于女性运动 父权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待会儿我们就要请到这个有曾经在旁边 协助台大女学生的张小红张老师 不过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要先公布一个号码 它是3956620 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节目这个议题呢 有任何意见 欢迎你马上传真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想过了一会儿 我们在广告之后呢 就进入马上回来我们的议题进行讨论 谢谢 欢迎您回到麻辣新闻网现场 台大女学生集体看A片这个事情 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那我想请教小红 就是说事实上您实际参与这样的一个事情 到底这个集体看A片 对于所谓的女性运动 父亲运动来说 它有什么样的实质的意义 我想就是说 我以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身份 我想可以分三点来说 第一点的话 我想就是说 这一次的那个台大宿舍 看A片这样子一个事件 它是要去强调 就是说女大学生对于这个A片文化 她有知的必要 以及知的一个权利 那在我们的社会里头 有实行这种所谓的性别的区隔 当女生看所谓的罗曼史的时候 男生就开始看小本 开始看A片 那这样子一个性别的区隔 其实会造成我们社会上 很严重的一个两性问题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看A片这个东西 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性教育 它有个更重要的积极意义 它是一个两性教育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去了解到 我们社会现在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意义的话 我想就是说 看A片基本上是要看也要批判 那批判的一个角度 主要是从就是说 整个台湾目前的性工业 是由男性来垄断 那整个的一个性的管道 也是由男性来垄断 而且更糟糕的是说 即使是说在一个性的材料上面的话 也主要是以服务男性为主 所以我想就是说 女大学生办这个活动 它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 就是我们要看到这样子一个 就是一个性别非常不平等的 这样子一个性文化的一个状态 那女性的话 应该对这样的一个状态 有所回应 那也就到第三点 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这个活动 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在目前的一个社会里头的话 就是说我们恐怕不会是 马上就跳到说 我们完全战争开放 或是马上跳到 就是说完全要禁止所有的一切 我想就是说先让女性去了解 而且女性经由参与以后 她能够去了解到说 当女人不要走回那种 增结牌坊的时候 她也不一定马上就要 跳到性解放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女性有比较多的一些自主空间 去谈所谓的女性的一个身体自主 甚至就是说重新去界定 所谓的女人的情欲是什么 那你可不可以再稍微想一想 就是常常有人在谈 所谓的女性身体的自主权 这个东西在所谓的女性主义 或是父权运动里面 它的意义是怎么样 我想就是说 女性主义基本上是反父权运动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反父权运动里头 基本上就是说在父权文化之下 女人其实基本上 跟她的身体的一个关系 其实是有某种断绝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女人往往 看不到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现在谈身体自主权 不仅是要让女人 感知到自己的身体 感知到自己身体的感受 而且要知道这个文化 是把女人的身体 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文化怎么样去看待 女人的身体 而这种东西 也会内化成为女人的一部分 那我想这个身体自主权 基本上在谈论上 是有一个很积极的 一个意义在这边 那不晓得这个文倩的看法怎么样 文倩 我基本上是认为 就是说这个台浪女学生的事件 这个A片事件 我觉得真正在演出A片的 不是那个时候在宿舍放里头 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 我觉得真正在演A片的是 我们整个社会里头 主要的一些 反对的一些男性 尤其是在台浪是教务处 是吧 然后那么其他也就是说 他对整个女性呢 就是所做的这样子的 对整个行为的攻击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A片 是赤裸裸的在演出一个 这个社会里头 大多数的男性 就强加把他们许许多观念 拿来这种强加于这个台浪 这一群女孩子 就是说他要来看一段A片 来做一个讨论 那这是一个非常伪善的社会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头 我们大街小巷 随便女孩子男孩子 你是小孩子也好 你是这个老太太也好 你到处都是可以看到 泛滥的色情 就是台湾呢 就是到处都泛滥 你走几步路就是一个hotel 那怎么还会叫你看说 里头是有色情叫hostel 对不对 然后里头这个三温暖 什么按摩 像这个随时都可以买得到 这样的客人 叫你走进去都看得到 对这个我们刚从美国回来 都要靠一副带路才买得到 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整个社会来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伪善的社会 就是从很久以前 比如说我们 一文今天我们拿出来讨论说 男性有没有开A片的自由 说不定都有很多讨论 说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说不可以的同时呢 这个社会到处每个地方呢 通通都是这个色情的行业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是女性的这个 台大女人社的这个A片的事件里头 就更可以了解 就是说这个社会里头呢 第一个还在性道德上 是完全是虚假的 台湾是少数呢 在整个性的行业里头呢 最盛心的国家之一 然后最不愿意去承认 这样的一个事实 然后把这个性的道德 挂得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是一群小男孩 要做这个看A片 我想大家不太会怎么讲话 可是因为又是一群女的 大家讲话的更多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我是从你总统办公室的立场来谈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呢 每一个人都是要自由的 因此不可能说有一半的人 他有色情的自由 有一半的人没有色情的自由 所以我完全就是支持认为 就是说台湾 如果我们要禁止这个色情行业的话 就全部都禁止 那如果要让男性有色情的自由的话 那女性也应该可以有 那什么样的一个色情自由呢 色情自由就是你可以 比如说我说台湾的男性 现在有想色情的自由 有看色情的自由 有购买色情的自由 台湾的女性不止没有购买色情的自由 没有看色情的自由 连想色情的自由也没有 那刚才蓝旋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想色情自由 这个对女性有什么重要 我觉得台湾的女性 或者说很多亚洲 就跟我们一样 假道德的社会的女性 她们是非常需要这样的 一个想象色情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台湾的女性 或者是亚洲女性特别性饥渴 也不是说她们的性伴侣 或者说她们的丈夫的性能力 都特别差 所以使她们的上头的 这种空间需求特别高 并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说很多女性 她们在这种亚洲社会里 她们从小就生长在一个 非常虚假的一个性道德社会 然后这个性道德的虚假社会 在一个女性的要求 在她们身上的要求 特别的强烈 那么这个强烈本身 造成这些女性 从小开始还有非常多的压制 她走路的时候 必须要怎么走 她做的时候 必须要怎么做 说话的时候 必须要怎么说 她看人的时候 必须要怎么样看 她表现在你几乎从早上起来 然后到晚上睡觉 每一个季节 甚至你睡姿 都可能是被规定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她对一个女性来讲 如果你是有能力 就是说去重新 去想象这样一个自由的话 对很多女性来讲 是一个重新 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知道 事实上在你也提过 就是说所谓的 色情自由这一部分 你好像是认为说 可以再设立某一个特区 可能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划 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就是我的看法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刚刚以台北市为例 那台北市现在常被当成全台湾的 最重要的典范 那台北市呢 我这次回来就发现说 台北市除了新一计划区 这个新兴的社区之外 几乎大街小巷 都是男性的色情空间 那女性的色情空间在哪里 所以我就建议说 这个陈水扁市长 他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 他是去年的竞选口号 叫做快乐希望 你是他的重选员 你有帮他去讲 对不对 可是我认为呢 按照我刚刚所讲的 空间的分配来讲 台北市只有一半的男性 是快乐而有希望的 因为到处都是他们的色情空间 而台北市的女性呢 都是痛苦而压抑的这样 所以我就建议说 在台北市呢 要设一个女性的色情空间 那我们要的也不是很多 在台大先设好了 我觉得我们要设一条街 我就说我们只要 从一条街做起 那条街我们可以开玩笑 说叫台北那条黑街 那么另外就是建议说 那可能会引起这种社会不安定 对不对 那怕引起社会不安定的话 那我就想到说 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是戒严时期嘛 那时候我记得国民党买了 非常多的政报部队 那现在都闲置在那个地方 没什么用途 我觉得可以把那些政报部队 拿来我就维持 那条黑街附近的社会安全秩序 然后让很多女性在里头 有很多想象空间的自由 那么至于那条色情空间 要怎么设置 我觉得是有很多女性 或者有很多 对这个问题 有比较深刻思考的人来讨论 OK 我想到两位女性 讲得都非常好 那么等一下我们要请 这位男性杨兆来谈 唯一的男性 在杨兆谈之前 我们要先看看到底台大女生宿舍 那看A片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的记者董克璟 有一段深入的报道 日前台大女学生所举办的A片影展 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从参与盛况 以及其他学校 也打算陆续跟进的情形 险见此一活动 已引发大学校园内 对A片批判的回响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因为它是公开的班 然后并且跟很多的女生一起来批判 一起来讨论 我自己从小九岁就开始看 那你觉得A片里面 在你观看过程中 不管是那种虐待与被虐待 那种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一个在 就是一种物化的对象这样 把女性当物化的对象 大概就是 因为现在第四台那些都很发达嘛 对啊 那即使 没有说嘛 这种装置 但是还是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影像 这样子 对 我反对A片它的本质 但是我觉得女生应该 来了解这个东西 的确 主办单位 之所以举办A片批判大会 他们是希望借由 公开看A片的过程当中 让同学们认识到女性主义 所强调的身体自主 那我们很强调 女生体自主义这样的意思 那就会想要 办这样子一个A片的影展 刚开始叫影展嘛 然后来看传统的一个A片文化中 如何来看女人的身体 然后在这个A片影展的名称一出来以后 然后媒体就开始非常有兴趣 那同样的那个法律的部分也开始 开始炒作起来说我们是一个触犯到 猥亵这样子一条法律 但是这种公开看A片的前卫做法 看在部分社会人士的眼中 却是不正确的性教育 对此主办单位则抱着不同的想法 其实女生太需要了 对她太需要一个透过讨论去看到一些 其实传统的文化里面 非常把女人放在一个很次要位置 而且很不重视女生的声音 那我觉得在最后一天 因为比较是一个老师讲话 学生听然后学生发文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很特别的是 其实已经11点 可是还有同学一直不断要发文 可是其实在平常上课的时候 女生不会那么热烈的一直去问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 紧接在A片批判大会之后 主办单位也就是台大女性问题研究社 又因为社长走马竞选学生会的会长 而再度动员起来 而他们参选的口号 有别于以往要求校园民主改革的诉求 而正是前所未见的两性议题 其实我这一次的竞选的那个口号是 男人大胆收莽女人温柔革命嘛 那我想从那个口号里面可以看出 对男生和女生的一些期待这样 因此校园的A片事件虽然已经落幕了 但校园内所引发的女性主义 以及两性之间的议题 显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OK现在轮到男人说话 男性的 我觉得说这次台大这个事件 让我感觉到说这个社会的一个 等于是说他们道德或旧道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堡垒 我想说他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多的这种注意力 很大的一个关心是说 第一个是说这些女生的年龄 第二是他们的学历 意思就是他们应该是这个社会里面最被保护的 然后应该是最挂号纯洁的一群人 就他们都跑去看A片 那这个社会就开始最后的一个恐慌 我觉得这一波恐慌完的话 对我们的社会会有比较健康的影响 另外就是说我很同意张晓宏刚刚讲的 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个两性教育 而不是一个性教育 但是这个回过头来讲 从男性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如果女性要去看A片的话 现在恐怕要有一个更大的运动 要叫男人去看罗曼史 这个恐怕也是迫切需要做的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说 我很简短讲就是说 我觉得说你刚刚讲到说 女人对自己的身体不了解 什么样子我必须很坦白的讲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 不只是女人对身体不了解 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一个机会去控制 男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甚至我想 男人的这个身体的问题 恐怕比女性可能还要更严重一点 是OK 那么这个 关于这个男人跟女人之间的身体的问题 那这个审议会呢 因为这个审议员刘文雄 特地咨询这个台湾影验制辩厂 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带头出来拍A片 拍A片 那么到底台湾影业制辩厂 他们会不会拍A片 我们现在积极来跟台湾影业的 这个总经理张时坤先生联络 广告休息以后 回来我们就来跟他联络 来听听他的说法 不是 等一下我要先那个 我们现在有一个传承进来 OK 那我们现在有一位观众传承进来 那么他认为呢 是所谓的色情行业都是女人下贱 要自己去做 这一点呢 我想这个陈文倩一定要反驳了 对 我很记得前一阵子台湾有什么 所谓的星期五俱乐部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道理是不是讲说 也不需要去取缔 因为那是那些男人下贱要做 而事实上我们看其他国家的例子 比如说我听说现在非常多欧洲的女性 他们到Moscow 到莫斯科去买春 因为莫斯科那些男性 他们为了赚取比较多的钱 所以他们就变成男计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性行业 这个里头的问题就是说 它是一种劳动行业 那比较没有钱的人呢 就会用他的身体来交换 那我们过去的观念里头 其实是一个假的道德观念 觉得说你只要是用你的身体 去交换劳动的话 那么那个人所从事的行业 就是一个下贱的行业 可是人类历史上呢 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 没有下贱的行业 只有几个例外 第一个就是共产党主义的时候 像毛泽东年代 像史达林年代 那么那个年代是一般人民 不可以有色情的自由 只有毛泽东自己可以 只有史达林可以 那法西斯年代也是一样 就是只有法西斯主义上面的那些人 有一般人民没有 那除了这几些年代之外呢 就人类历史上都一直都有色情的行业 可是人类一方面都有色情存在 一方面却不断地用各种的假道德 来束缚它造成的是什么 造成就是说 这有从利用这种身体来作为 他的劳动事业的这些 从事性工作的这些 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 他在整个就业市场里头的保障很少 就会受到黑道的剥销 受到劳保的这种虐待这样 那这种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不公平 那人们觉得他用身体交换 他的这种金钱是没有尊严的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很多人都看老板的脸色 我们也没什么尊严 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 叫卢卡奇 他说什么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 什么是记者 记者就是精神上吼的妓女 这个记者没有听到 OK 我们已经接到 台湾影业制片厂 代总经理张时坤先生的电话了 现在我们要来跟他讨论 张先生您好 张总经理 张总经理您好 你好 您现在正在拍A片吗 没有 那么我们所知道 这个省议会要求 台湾影业制片厂来制作 这个所谓的A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这样子 是 我向主持人说明一下 是因为那个刘 刘艺人跟我提议就是要我们拍性教育的录影带 性教育录影带 不是拍A片 因为你也晓得我们的台湾公司 是那个省府的事业单位 是 我们不会拍A片的 不会拍A片 那么这个所谓的性教育录影带 您大概在您想大概在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整个计划出来呢 我们是想因为当初我在教育委员会 审查我们预算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在三个月提出一个计划 那么我是希望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会遵照那个省医会的一个审查意见 给我们那个 我们先举办一个公听会 是 然后我们在公听会里面 我们要请教育有关方面 这方面的学者和专家 给我们提供一个方向 OK 好 谢谢您 刚刚提到说 要请学者专家来提供性教育片的方向 不知道我们张晓鸥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在台湾 其实一谈到性教育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说性基本上就是等于说是泌尿科 那教育的话就是说所谓学教育的人 那最近其实报纸上有报道 就是说性灵基金会拍了一个 所谓的性教育的一个教材 那这样子一个教材呢 基本上我们说 也许他在一个医学 一个生理知识上 他有提供一些东西 可是他本身还是有很多性别的盲点 包括说那头的一个主角 是一个由男性来担任 而且基本上叫做林威 不晓得那个威是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意涵 那我想就是说 那也是大雕 那我想就是说 这里头就是基本上我想不是一个 就是如果说我们谈一个 就是说更积极性的一个性教育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 所谓生理器官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在台湾的话 如果说我们说整个教育过程中间的性教育 其实就是健康教育课本的两个章节 然后到大学时候 有一些护理课本会讲一些东西 可是整个性教育告诉女人的 基本上就是说 你的第二性征是什么 然后你会排卵 你会怎么样 然后你的身体会怀孕 基本上就是说女人的身体被定义成为一个 就是说可以生殖的身体 而且更后来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 就是说你这个可以生殖的身体 到时候要怎么样去胃补 母乳这些东西 那我想说如果说对于一个女人的性教育 以及一个女人的一个身体 是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教的话 我会觉得会非常的贫瘠 而且非常有问题 是所以根本用这个所谓的性教育录影带什么的 可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方姐性教育的录影带 我们说就是好像是说大家来说波波波波 或是说大家来学ABC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根本的一个认识 不是说一辈子都要 用餐仪式就对 一个人不是一辈子都要去看教科书的吗 是 那么不知道杨造的看法是怎么样 像你你对于就是像有些 就是可能男人比女人更快更常看 看AP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性教育录影带的话 你觉得什么样一个东西比较是 事实上对女性本身来讲是比较公平的 我可以把我立场先讲清楚 第一个是我反对性教育的影片 第二个是说我更反对性教育的影片 是由专家学者来拍 一攻到专家学者就完蛋了 那我是觉得说 也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包括像是 尤其是这个谈到性教育当中的 专家学者他们基本的立场 你从这个健康教育课本就可以看得最清楚 我们的这个国中健康教育课本是怎么写的呢 是一张女性的身体 一张男性的身体 这叫做性教育 可是我们知道性教育里面 就是说性行为或者说性概念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见 那就是男性跟女性怎么结合在一起 你就是单独的一张各自一张 那合在一起的没有了 那我们的性教育就很容易就掉到这里面去 那我也很怕这个 所谓尤其是医学的专家 最重要就是我们整个医学的这种概念里面 对于男性跟女性的身体的文化意义 跟社会意义完全没有任何的教导 那么大部分的男性的医师 今天碰到最大的问题 他根本不会去想象到说 一个女生的身体可能跟我自己对待身体 有不一样的意义 那么他更进一步讲说 他根本不了解他自己的身体 对他自己有什么意义 那么在整个位置在社会上面 在这个彼此看待的时候 就充满了许许多的误解 那么男性跟女性之间 对着这种身体观念的差异 已经造成很多误解 偏偏我们的医师 尤其是男性的医师 又是最 他对身体他自以为最了解 事实上他对身体的社会文化意义 是最漠视的 是最无知的 OK 我想不但这个女性 不但是要争取这个性的整个解放 包括刚刚讲的社境自由等等 事实上我们刚刚看到的 上一段的VCR里面 也谈到台大女生 她也要进一步的争取台大代联会主席 那么也表示说女性在所有的问题上 她不是只有性而已 她还有她的这个女性主义 这女权的方面的问题 事实上很多所谓的男女不平等问题 它牵涉到很多所谓的权力结构的问题 可能在权力上面 本身就一个不平等 这权力可能小致 在性关系上面 大可能到了整个社会 到了整个政治 所以我想最近这个女总统 这个问题 事实上也是大家关切的一个焦点 到底在这个所谓的女性运动当中 到底这个选一个 可不可以选出一个女总统 是不是我们的总统非男性不可能 我觉得这是大家蛮关心的 这个问题陈文谦是最内行的 不过陈文谦要讲之前 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女性总统候选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先来看记者一段深入报道 就在众多富裕伙伴的推举下 世纪星一位投身富裕十多年 现人在高中任教 同时又是三个孩子的妈的单亲妈妈 将出马角逐首届民选总统 打破目前有志竞选总统宝座 清一色军事男性的垄断局面 暂且不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实际情的参选 势必对以往只有男人 才能玩政治的游戏规则 造成直接的冲击 现在我们所有的公共政策 我们的国家政策 都是男性的政党 或者是男性的政治人物 来主导跟立定的 这些政策未必能够照顾到 所有人的需要 那我们女性呢 这次要参选的最大目的就是 我们也要对公共政策有意见 我能不能做一个好总统 因为我最具有 这个好的一个选民的 民意的基础 至于那些 这个什么草地皮的财团 然后这种黑道横行的 这些票本人尽懈不明 我绝对不像国民党一样 这个只为了票不择手段 拜托 我要干净的票 我要干净的选举 而施机清更不会言 如果他真的能当上总统 目前国际外交的困境 以及两岸关系的僵局 都可能因为总统 换了个性别 迎刃而解 如果今天台湾在现阶段 能够选出一个女性的总统来 而且是一个单亲妈妈 带着抚养 大了三个小孩的单亲妈妈 她如果能够当总统的话 请问你 是不是比李登辉要去美国 要去什么中东 做破冰之旅 更引起国际的一个注目 台湾的国际地位 会不会因为我当总统 马上就成为国际舞台的焦点 好 第二个我们来看 我们最大的威胁是不是中共 中共绝对的霸权国家 那今天呢 如果像李登辉这样子 要以强势作风的态度 去对付中共 我讲难听一点 他不跟这个江泽民见面还好 跟江泽民见面会更糟糕 去骂人家控鼓励 骂人家土匪 那李登辉经常展现 最为人诟病 诟病的地方 就是他的强势作风 今天如果台湾的总统 是一个女性的话 中共绝对不敢 干什么 采非常强硬的姿态 但自从以中取 妇女权益为诉求 并将政治问题 寄托在改朝换性的想法 是否有将复杂的政治问题 化约为性别政治的嫌疑 以及又如何解释目前国内外 已经有的妇女参政的质疑 对此施基辛的说法是 今天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 她是女性主义者 她做总统的话 她的表现绝对不是假男人的表现 柴契尔只是一个假男人 拜托 我们这世界上有太多女性的政治家 是假男人 这些假男人害死我们真女人了 那我们这些真女人 这个如果真正的我们能够当政的话 我绝对不会像柴契尔夫人一样 柴契尔是一个没纳化儿的男人 她服音的是男性的价值观 然而成就选举论选举 在现今的选霸法之下 如果施基辛真的可以征求联署 达到参选的标准 令人好奇的是 她的选票究竟在哪里 谁又会投票给她 我不是所有的选票都要 我的选票我还有为有守 第一打老婆的男人 拜托你不必选我 第二去嫖妓的嫖妓妓的男人 请你不必选我 不爱妈妈 不孝顺妈妈 不爱姐妹的 不尊重女性 在办公室里头性骚扰 这个女性员工的 或者是这个性侵犯女性的属下的 拜托我不领情 你不用选我 当然如果有女性 你是欺负男人的 或者是这个 虽然你在性别上是弱势 但实质上你不见得是弱势 你呢对男人很坏的 你也不尊 没有两性平权观念的女性 这个票我也不要 诚如施济清所言 目前妇女运动仍处弱势 因此她此番参选总统的结果 恐怕并不乐观 但是以她参选的态势 以及可能所造成的影响 她绝对不是个弱 对啊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见 她可以自己笑那么高兴 OK 现在有一位高水准的观众朋友 这个FAX一进来 那么她是台大的政研所 她认为基本上这个所谓的IA片市场 那么在西方它是属于全民运动 不是只有单单派给男性看 又有女导演的这种拍法 那么事实上这种 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观点 所以你有任何的意见 要传给我们三位来宾的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是3956620 3956620 那么不过呢 我们现在已经不谈A片了 你如果要看A片 你等一下看手码台好了 我们是要开始谈女总统 我想这个女总统 事实上大家非常关注 就是我们借着明年的 这个总统选举的一个大戏 我们来借着这次来促成整个 什么女性主义或是女性运动 趁着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达成某种目标 那我想是不是就请文献的讲讲 就是说到底我们成立这个女总统办公室 希望达到什么样的那个目标 那为什么当初会推出 这样的候选人 就是我们的施济青 施女士呢 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讲 第一部分为什么会有 女总统这个观念 就事实上台湾这几年的 政治转变里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每一个人讲 是我们要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的立场 或是民党的立场 都是从这个方向去思考 就比如我们要一个台湾的 这个著名上头的一个新的国家 可是我发现这个新国家的过程里头 它只是男人的新国家 它不是女人的新国家 台湾其实有一半的人 在这个国家里头 是被排除在外面的 没有参与的机会 是 为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台湾的女性 我举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 台湾的女性到现在为止 她们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几 在正式跟非正式的劳动部门里头 就是说她去上班的 或在家里头工作的 做各种不同的类型的 可以有收入的工作的女性 在二十岁以上的女性 在整个台湾里头占百分之六十 那没有统计数字 不过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家务 都是女性做的 所以女人从眼睛打开到睡觉 几乎都是在劳动状态 只是有的劳动是有偿的 有的劳动是没钱的 那女性从头到尾这样子 一直忙碌所有的家事 或者去上班这些所有的事情 事实上台湾的女性 她们其实参与国家 跟整个公共事务的可能性 非常的小 所以台湾的女性 虽然有所谓的投票权 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 在欧美国家所谓妇女的政治参与 最重要就是争取妇女的投票权 那台湾的女性虽然有投票权 可是事实上 这个投票权是假的投票权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真正 一般在参与国家事务 她也不知道她在投谁的票 就是丈夫出去听人家演讲 后来告诉太太说 你投给谁 对 或者说纯你北上跟你说 你去投票权就投票权了 所以有个研究显示说 台湾的地方派行的最大的支柱 来自于两群人 一个就是老农民 那最多数的还是台湾的女性这样子 反而变得非常保守传统的一个势力 对 所以这个社会就是很可恶 一方面让女性完全不可能 参与国家事务 让她们整天在家里 帮你烧饭 洗衣服 带小孩 然后你觉得她根本就是 没有能力去管很多事情 可是一方面的社会 不能够进步的时候 你就来讲说 都是你们这些女的 因为你们太保守 你们都是这个社会里头 就是不够进步的一群人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才不够快 那我们有一个情况显示说 台湾在过去几次大选 省长选举了 今年总统 明年总统大选 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台湾的地方派系 掌握台湾选票的55% 也就是说每一年 事实上只有45%的人在谈说 谁适合做总统 谁适合做省长 我们要什么样的政策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打破 整个地方派系的机制 而里头很重要就是女性 从传统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完全只是因为 靠这个人际网络而去投票 然后让她们有比较了解 国家事务的机会的话 台湾的民主改革是没有 什么大希望 这是第一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事实上女性呢 为什么要来参加国家事务 其实国家对一个女性的意义 是什么 国家对任何人的意义在哪里 国家的意义不是说 我看那个国旗我很爽 我唱一条国歌 我很高兴这样子 或者说我觉得 我叫什么名字 我就觉得很得意 国家不是这个意义 国家跟人民之间呢 就是国家来照顾我什么东西 那台湾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就是说台湾呢 就是说通常这种 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呢 在欧美国家里头 应该由国家来担任 这种社会福利的角色 在台湾呢 完全不是由这个国家来担任 那么他们 他们还曾经吹牛说 是由家庭来担任 那什么叫家庭 家庭是一个假的名词 家庭既不是那个家庭的房子 也不是那个家庭的土地 也不是那个家庭 站在门口的那条狗 就是那个家庭里头的媳妇 或者是她的妈妈这样 那所以在台湾作为一个女人 还没有出大学以前 还是快乐的 一出了大学以后呢 你一当了母亲 痛苦的母亲 你就要烦恼说 哎呀这个我的小孩呢 保姆要找谁 保姆不晓得找得好不好 托儿所不晓得怎么样 那上了小学以后想说 我这个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 都是女人的事就是了 办公室又会很担心 这些事情这样子 所以这个女人 其实作为一个母亲呢 就从头就从头烦恼到尾 所以女人又变得很情绪化 又不了解国家大事这样子 所以国家对这些女人的意义 是什么 国家事实上她的意义就是 把她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她不做 她就扔给女人去做 所以我们这次女总统办公室 其实要讲说 我们要争取一个女人的新国家 这女人新国家 不只是要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女人自己本身的生活 她也是在这个社会里头 她要做一个主权独立的个人的话 那么她需要一个国家呢 是愿意把她的福利政策呢 拿来照顾这个女性的 所以我们这次 其实最主要谈这个 那台湾过去这几年 谈到很多福利政策 可是这些福利政策 要不然就是买票 要不然就是男人的福利政策 那杨兆了 你是问男人 我是非常赞成 就是说女性有更多的参政权 当然就是说我完全支持 就是说用这样子的 女总统方式来切入 不过当然我有一个更 也许更夸张一点的 一个想法 那我一直认为说 女性要让女性的选票 变成真的选票 不是假的选票的话 我会认为说 用比较激进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希望台湾 在最近几年之内呢 可以变成全世界第一个 这个男女分格投票的一个国家 所以男女分格投票 意思就是说 像只要是在这个 当然是行政部门是除外 在这个立法部门呢 在不管你在立法院 不管你在这个 这个审议会 市议会 你都按照两性的比例 来定他的这个席位 就好像说 你现在台北县有多少席位 因为他有多少人口 然后台中有多少 那同样的道理 那么也许就是说 像161席的立法院里面 就应该有83席是女性的 那么就全部都要是女性 而这所有的女性候选人 由女性选民来投票 就是说整个选票是区隔开来 男人投男人 女人投女人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 很激进的一个做法 一做下去的话 我相信很快就会让 很多的女性出来 你就会在女性群里面 自己培养出 许许多多她的政治领袖 也会让更多女性选民 有她的这个政治意识 我觉得这是一个 福利抽薪 最快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可行性 我看在整个 所谓的社会是一个男人 这个掌握主动权的 一个状况之间 好像还蛮困难的 如果说有一个像 女总统办公室这样的东西 然后而且她将来 有比较一连串的 社会运动的话 女性本来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口 她为什么不能在 她的这个立法机构 在这个民意代表方面 她有相对的 一定的这个比例的习致 我看不出有任何道理 说我们要反对 因为反对这个 这个做法的任何的理由 我们都可以把它 拿到区域上面去思考 如果区域行得通的话 性别上面的区隔 就应该行得通 不过很多东西上 就是有点理想 不过还是总是要去做的 所以大家会很好奇 这个到底女总统办公室 她在希望借由这一次参选 达到什么一些比较 可能是短程看得到的一些目标 短程目标我们分成两项 第一项就是说 我们要提出 我刚刚讲的女性的福利国家 女人的新国家 提出托儿育儿的政策 就是说要让女人觉得 她是这个新国家的一份子 她是一个新公民的话 那么就是要从 托儿育儿政策做起 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行政院的这个版本也好 或者是各党的版本也好 我觉得她们对于弱势者 或是对于像女性的 不只是女性 还有其他的弱势者 都是非常歧视的 就是剥夺她们的参选权那样 所以我们要凸显 这个议题的不合理 所以女总统办公室 我们这个办公室的立场 就是说我们按照 中华民国宪法45条 我们凡40岁 中华民国国民 就是得参选为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 那么现在立法院 在审议的这个 行政院草案里头 所有违宪的部分 即使有大学毕业 我们也不交这个文凭 那第二个就是说 她不管她的保证金 规定多少 我们就是不交保证金 因为这个完全是一个 这个金权证 那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凸显 整个宪政的议题 因为这个 所以她如果到时候 就是说我们去登记的时候 那她帮我们驳回 我们就是打宪政官司 因为她是一个违宪的选举 那她整个问题凸显出来 不晓得那个张教授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最后 你认为像 这种女权的这个 整个女总统的选举 你认为应该做 我想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回应一下 就是说陈文倩的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所谓福利换选票 这样子一个概念出去 那其实我是不太幸福 就是说传统就是说 由男性来做的 这种投票行为 把女性当做一个 就是说很愚蠢 没有判断力的 我觉得说如果说 我们有我们的 很强的一个诉求出来 而且我觉得说 这个女总统候选人的一个 更重要的一个积极的意义 就是说她会去重新去界定 我们在传统的选举里头 一向是以 譬如说族群 或是说那种 这种资源分配 上面作为 或是派系瓜分 作为考量 她会重新提出来一个 我们所谓 另类的四大族群 也就是所谓的原住民 同性恋 女性跟劳工 就是说她会对我们 整个台湾的一个社会 会从一个比较社会福利 社会运动的一个角面 去重新观照 是OK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 非常精辟的言论 从这个A片 谈到女权主义 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示 是 那么我们在这里 非常谢谢三位 那么等一下呢 还是不要走啊 我今天带各位呢 我们去拜拜 去看A片 去看A片 OK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周呢 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大家好 又到了 漁藏建谷这个单元 我经常做地方政治生态调查 所以呢 从各个庙口 可以发现台湾统治文化的本质 举例来说 平常我们过年过节 门板上呢 喜欢贴上两张对联 右边的叫加官 左边的叫做进入 那么加官就是升官 进入呢 当然就是增加个人财产 好可惜耶 中国人做官不是要为人民服务 是要外割增加他的财产喔 再说 以前呢 银神赛会只有这个机桶啊 他呢 他的七星剑踩着七星 一路通通車爬进去 现在呢 夭壽喔 有日本式的抬轿队 有电子花车 花车上的小姐还扭着臂股说 本里看 本我看 这种我熟一半 再说 来看这个 通常呢 我们在庙口啊 常看到有人在烧金纸 中国的历史啊 在宋朝以前呢 如果我们去挖 那个死人的这个坟墓 就会发现 那个时候啊 很多当时的铜壁 这个表示呢 以前的人啊 比较勾矣 现在的人呢 就不一样了 他发现呢 这样子做啊 成本太高 所以就发明了一种 人造的伪钞 叫做金纸 老实说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金纸 到这个阴间地府去啊 能不能通行啊 这个叫做 骗人减骗鬼 可是呢 这个金纸啊 在我们这个制造过程啊 因为它会造成水污染 那么在烧的过程呢 会造成空气污染 所以呢 我们的省政府民政厅 就说 我们不要烧金纸好不好 来烧一种叫做 银尖信用卡 这下子连言论网都要变 阿密豆腐了喔 OK 下个礼拜 麻辣信用网再会 拜拜 我真的会挖耶 像这样 儿子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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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